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的國恆電訊YouTube頻道 我們是國恆電訊 我們有一個YouTube頻道 大家記得訂閱 另外還有一個Facebook頻道 大家記得追蹤,可以收到最新的資訊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部改了國際Warm的電競手機 這一部是Lubia的紅魔5G 用上鐵三角的組合 哪個鐵三角呢? Snapdragon 865 DDR5的RAM Warm是UFS3.0 這個組合是現時最強的 如果你想再強一點的話 可能要去到UFS3.1 這一部是3.0 這部是紅魔5G 我手上這一部是透明版 我們先看看這部機背 看看這部機的背部 這一部是彩燈帶 就是這個Red Magic 因為沒有試玩過這麼清楚 有機會這個Logo都可能是 可能 因為上一代的Logo是會亮燈的 這一代就不知道 透明版就是可以看到風扇 這個風扇是真的風扇 等一下可以試給你看 現在是靜止狀態 即是未開的 後置是三鏡頭 用上6400萬 IMS686 Sony 現時是最強的感光 sensor 還有800萬的廣角 還有200萬的微距 這部機最厲害的就是 內置的離心風扇 最高轉速是 15000轉的 15000轉的離心風扇 那怎樣開風扇呢 首先你可以有幾種途徑 這個電競模式 例如你可以 充電這個電競模式 就是進入電競模式 這個就是電競模式 它已經正在轉動 現在正在轉動 進入到這個控制台 這就是控制台 你會看到 這裡有很多東西給你玩 首先 風扇 你可以關掉它 或者開啟了它 還有 螢幕 你可以調教 你要60Hz 即是正常的 60Hz 還是90Hz 它物影 D4 是90Hz 最高是可以推到 144Hz 144 就是每秒顯示 144張的畫面 以及超級低延時 你不需要去到這麼厲害 就是高一級的90Hz 以及有4D震感 這裡 這是它的控制台 剛才的風扇 現在已經開了 現在我關掉它 你會看到 有沒有看到齒輪 你看到齒輪 就是還未開的 現在開了 就看不到 那些格子 現在已經開了 對 這個很好玩 這個 這個離心風扇 每秒15000轉 還有 它這個位置 因為你看不到 在裡面 它的出入風口 都是比上一代 大了 散熱效能是好 還有它裡面的通道 都是闊了 面積是闊了 可以散熱的東西 就多了 還有它這個 出入風口 它是不怕水的 以及不怕那些層 官方是這樣說的 當然不可以倒水 這個是離心風扇 有了這個離心風扇 你充電的時候 然後呢 你是可以 充電的 充電的 那它這個呢 它這個就是 是55W的 房後來的 那我這部是國內版 剛才說了 改了國際Warm的 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 當你充電的時候 首先它這個 是55W快充 如果你想再快一點 你可以 開 它這個 是不是這裡 我找到了 設定裡面 你去散熱風扇 下面這裡 有一個 充電風扇 你開了它 當你充電的時候 它會再快一點 大概0-90是 30分鐘 0-100是40分鐘 這是實驗室的數據 我告訴你 是挺好玩的 它這個有內置風扇 那你不需要額外 再買多一個風扇 去散熱 那再加上 它的底板 裡面 它是有一個 液冷銅管的 應該是這裡這樣彎 液冷銅管 就是雙散熱 風冷再加液冷 雙重散熱標準 那去年那部 也是十分熱賣的 那部熊摩 來到這個 今年的最新款 就是這個熊摩5G 同樣都是可以幫大家 將國內Warm 可以轉為國際Warm 那你說兩個Warm有什麼不同呢 我就真的不知道 可能需要大家自己上網去看 如果國內Warm 就多了很多定制的功能 Lubia自己幫它定制 那如果你想乾淨一點 沒有那麼多定制功能 就是這個國際Warm 這個國際Warm的解面 都有齊 即是你一開機就是這樣 這個Google Play 只有兩版 你當它一版 這是Systems的工具 這個設定就是這樣 這個透明版 透明版就有型很多 還有這部機是6.65吋 不算是小的 中大 這個 6.65吋 這部機是Amolec 指紋解鎖 又或者是人面色別都有 剛才說了 它是有60Hz 90Hz 和144Hz 在螢幕上 可以選擇 它是有雙功放的喇叭 這個二合一的聽筒 即是又是聽筒又是喇叭 這個底部的喇叭就是這裡 雙功放Smart PA 有DTS-X Ultra這個音效 有功放 聲音是OK 不是OK是漂亮的 是屬於漂亮的聲音 這聲音是很實的 因為它有功放 保留了3.5mm 就是沒有零現時的音質傳輸 傳送 零現時的 實體3.5mm 就是保留這個給你 你不需要用藍牙 這部電腦的電腦 說回剛才充電 這部電腦的電腦 是有些不同的 這是90度彎頭的 彎頭的好處就是這樣 這樣彎 當你打機的時候 就是這樣 握手 這部電腦的電腦 不會頂住 傳統的電腦是直的 這樣會頂住 這部電腦是90度 這樣彎下來的 是一個比較鐵心的設計 這部電腦有國際網 如果喜歡買更厲害的電腦 去搶訂單 你們可以考慮這部電腦 這部電腦 有國際網 和最強勁的組合 驟龍865 DDR5 用上UFS 3.0 有8GB RAM 有12GB RAM 或者最強勁的 16GB RAM 都有 就要看你 要不需要買到這麼貴 買到這麼貴的電腦 去搶訂單 如果買8GB RAM 可能都夠了 就是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覺得不夠 你可以買12GB RAM 12GB RAM 你可以配合128GB RAM 128GB RAM 或者256GB 就是這樣 看看價錢 搶電腦 搶電腦一定是快 搶電腦一定是快 我們再提起 打機那裏 這部電腦是 電腦手機 旁邊 也有實體鍵 即是說 你可以不用買手 是有獨立IC控制 是有300Hz 300Hz的速度 這個螢幕是有240Hz 我先看看 我都知道 這個螢幕 首先說 這個實體鍵 是300Hz的速度 而螢幕是有240Hz的速度 240Hz是很高很高的 現時來說 我們再看看 這部電腦 是不重的 電池也有4500Hz 配合55W的火牛 再加上風冷的Turbo Turbo散熱 可以再快一點 充電時間 可以縮短充電時間 很棒 很棒 如果買普通版 有另外一部 黑色 還有另外一部 紅藍色 紅藍色 看看自己喜不喜歡 一邊紅色一邊藍色 整體重量 我覺得 握手會舒服 這個 黑鯊三浦 黑鯊三浦 這個螢幕好像更大很多 好像7吋 這部是6.65吋 輕很多 屬於一個全面屏 有雙喇叭 性壓比也很高 旁邊有些金屬片 其實這個是 配合紅魔盒 就是一個 一個阻礦 來的 看看你有沒有需要 去買這個 OK 差不多 介紹完畢了 喜歡買一部快一點的機 搶order 這部機也可以考慮 不一定是買小米 這個Lubia也可以 非常深 volunteer 有興趣 請你們聯絡 自己這個選擇 說得OK 可以買購入 這裡 кон informs 我們的互聯繫 縫是97964328 97964328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各位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